下面就一起来学习本次课的第二节 清洁类化妆品的成分 清洁类化妆品的成分包括了表面活性剂 保湿剂 活性添加剂 防腐剂 香料 佐射剂 部分产品还包括一定的抗菌剂 我们先来学习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它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精细化工产品 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清洁类化妆品的主要成分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化工领域 被称为工业未经 那么什么是表面活性剂呢 它是指具有固定的清水和清油集团 在溶液的表面能定向排列 并能使表面张力显著下降的物质 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 如润湿作用 吸附作用 真容作用 乳化作用 发泡作用等 下面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增容作用和乳化作用 增容作用是指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水溶液 将碳氢化和乳 就是指油污溶解在水中的本领 正是由于增容作用的存在 清洁类化妆品才可以溶解皮脂 而所谓的乳化作用 就是指 借助于表面活性剂 使两种互不相容的液体之间的张力降低 这时的话 一种液体就可以以极微小的状态 均匀地分散在另一种液体中 这种作用就叫做乳化作用 那么表面活性剂有哪些种类呢 实际上大家看到 桌上的这些产品都含有表面活性剂 按照表面活性剂溶于水后 是否生成离子及其电性 我们可以把表面活性剂分为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两性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的种类非常的繁多 学习起来比较枯燥 大家要有耐心了 这里老师将列举每一类表面活性剂的代表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代表产品 十二丸基硫酸钠 它是一种去脂力极强的表面活性剂 为油性皮肤或者是蓝性专用洗面乳的常用成分 与其他的表面活性剂相比的话 它属于刺激性较大的原料之一 当浓度过高的时候 对皮肤会有潜在的刺激性 而且因为这种表面活性剂具有较强的去脂能力 长期使用的话就会破坏皮脂膜 因此不宜长期使用 以免造成对皮肤贫散功能的破坏 那么大家可以推导一下 这类产品当然就不能够用于敏感性的皮肤和干性皮肤 这一款洁面产品中添加了十二丸基硫酸钠 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否可以起到它广告语当中的作用呢 下一种硬离子表面活性剂 聚乳乙烯丸基碳酸钠 它也属于去脂力加的表面活性剂 对皮肤和黏膜 比如说颜碱刺激性较小 应用广泛除了用于面部清洁剂外 还大量的被使用在沐浴乳和洗发精的配方中 先机黄酸钠 它是具有优良的清洁能力 而且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低 具有极佳的清肤性 清洗时或洗后皮肤的感觉较佳 皮肤不会过于干涉 且柔嫩感明显 以此为配方的洁面乳 切去值通常控制在5-7 适合正常皮肤使用 下一种硬离子表面活性剂 黄基琥珀酸酯类 它属于中等去脂力的表面活性剂 较少作为主要的清洁成分 常与其他的清洁成分搭配使用 这种表面活性剂具有强力的发泡作用 除洗面乳外 还常用于泡沫沐浴露和儿童沐浴露 或者在发泡较差的清洁剂中作为蒸泡剂使用 它本身对皮肤和眼睫膜的刺激性较小 是温和的清洁原料 比如在这种产品中就含有月桂基黄基琥珀酸酯二纳 还有一种硬离子表面活性剂 叫仙基基氨酸及其盐类 它对皮肤和头发十分的温和 而且泡沫丰富 调理性能好 具有抗静电的效应 对多种表面活性剂有很好的相容性 因此它被广泛地运用在化妆品工业当中 由于其良好的温和性和调理剂 它是身体用的清洁剂理想的原料 来看看这款去泻止氧的洗发水 它就含有月桂仙基基氨酸钠 前面我们讲到了仙基基氨酸的温和调理性加 单从这一成分判断 这个产品的广告语真实吗 而这种去豆精华露中 则含有月桂仙基基氨酸一柄纸 作为药状的话是比较温和的 学习了以上的因离子表面活性剂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性表面活性剂 常见的两性表面活性剂有 甜菜碱 氧化氨 氨基酸型和米错磷 这类清洁剂的特点是 它的刺激性比较低 而且起泡性能好 去脂能力属于中等 适用于干性皮肤和婴儿清洁剂的配方 我们来看看这款洗面乳 其中含有金纳基甜菜碱 而这款控油洁面乳中含有月桂基甜菜碱 都属于两性表面活性剂 如果单就甜菜碱这一表面活性剂来看 去脂能力是否如产品广告语所说呢 两性表面活性剂还有氨基酸型 采用天然氨基酸成分为原料来制造 因此它本身是弱酸性 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小 清肤性能特别好 是目前高级洗面乳清洁成分的主流 但是成本比较高 近年来随着敏感性皮肤患者的增加 氨基酸洗面乳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这一款洁面产品就标明了含有氨基酸 在产品功效中还特别著名适合一过敏者 实际上呢 氨基酸呀它是一个种称 其中有很多的种类 烟油腺肝胺酸钠就是其中之一 再来看看氨离子表面活性剂 清洁类产品使用氨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目的 有在护发洗发过程当中作为调理剂 以及用于消毒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解耳面 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抗净电 杀菌 灭菌等消毒功能 在化妆品中主要用于消毒灭菌和调理剂的作用 除了氨离子表面活性剂 两性表面活性剂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这些可以生成离子的表面活性剂外 还有一个大类就是我们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如丸基醇鲜 丸基聚葡萄糖肝 其中丸基聚葡萄糖肝 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制备获得的 对皮肤和环境没有任何的刺激和毒性 清洁力适中 是流行的低米性清洁剂 看看这款儿童洗面来 就添加了丸基聚葡萄糖肝 所以单就这一种成分来判断 是适合儿童使用的 清洁化妆品的成分 还包括了保湿剂 我们都不希望在清洁皮肤的同时 对皮肤造成损害 那么保湿剂的话 它就是这种加入到清洁类化妆品当中 具有保湿和修复皮脂膜功能的原料 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润腹剂 一个概念是吸湿剂 这两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润腹剂的话 是通过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湿的薄膜 而阻止水分的丢失 使皮肤柔软光滑 而吸湿剂呢 它是指吸收水分的物质 可以将皮肤深沉的水分吸引到角质层 从而增加皮肤表面的水分 传统产品中广泛使用的保湿剂原料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比如说甘油呀 尿素呀 乳酸等等 现在还有一些保湿剂呀 大家在广告当中也听得非常的多 想想看有什么呢 没错 透明自酸呀 胶原蛋白呀 神经鲜胺 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呢 洗面乳中呀 通常含有多种保湿剂 比如这种产品就含有 甘油 神经鲜胺 透明子酸钠 我们注意到广告语当中写着 保持肌肤润泽 那么单就保持剂的添加来看 这个广告语是否属实呢 清洁类化妆品的成分还包括了活性添加剂 它是指具有一定舒缓 美白 抗皱等护肤功效的添加剂 多维植物和中药提取物 如芦荟 海藻 及薄荷等 也包括了维生素及矿物质 防腐剂几乎是所有化妆品的守护神 它是杀灭 抑制或阻止微生物生长的字剂 实际应用当中 同时啊 往往添加了多种防腐剂 来增加抗菌谱 从而提高抗菌的效果 减少每种防腐剂的含量 对皮肤刺激反应就相对而言较少 比如这款洗面奶当中 就含有三种防腐剂 枪本甲织 枪本柄织和枪本钉织 清洁类化妆品的其他几种成分 如香料 凿色剂 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以上就是第二讲的内容 感谢观看